与红海行动以及战狼不同的是 无间在流浪地球的电影中 没有凭借军舰、战斗机等先进武器装备 以及特种部队的中国军人用户形象 就征服了广大的观众 这部电科幻电影插出了很多人的意外 在网上 拯救地球的电影都是由美国人拍摄 美国人担任主角 美国人充满了拯救人类的普世循环 几乎没有多少人用意相信 拯救地球的是中国人 正因为这样 包括中国以至于美国之外 很少有以美国人之外 有主角的拯救人类的硬科幻电影 中国影视界的大万达软曾声称 如果拍摄中国人拯救地球 几乎没有人相信 因此 几乎没有人投资这样的电影 但是这次 战狼之后的无间 在流浪地球这部电影中 也改了这种过去公有的想法 流浪地球巨大在流浪地球中 宏大的场景 中国人的拼搏 智慧和牺牲精神 拯救了地球和人类 观眼之后 让人感觉这其中 没有任何违和感 好评一片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 简单的来说 是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 让世人对中国具有强大的信心 才有了这部电影的巨大成功 近年来 中国在科技领域是突飞满进 一大多世界顶级的科研成果发布 广而世人所知的 就有超级计算机 那次通信 中国天文 常罗次号等世界顶级的科研项目 展现在公正眼前 还有更多的材料 生物版基础科技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兼二十隐身战斗机除此之外 中国军队近年来新装备不断闪亮登场 包括首次国产航空柳舰兼 二十隐身战斗机 充封二十六反舰弹道宝贷 名领武型驱逐舰 名领武型驱逐舰等等 这些先进武器 可以媲美全球任何一支军队的装备 特别是 兼二十隐身战斗机 和名领武型驱逐舰 是全球范围内属一属二的顶尖武器 虽然这些科研成果和武器装备 没有直接在定义中展现 但正是这些科研成果和先进的新型武器装备 在过去五年集中涌现 在观众心里打扎出了一个大国的偶暗形象和强国的心脏 才有了现在官网流浪地球时 中国人拯救地球和人类的情节看起来顺理成章 人有丝毫为何改 外国人怎么看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俱诏毫无疑问 流浪地球的成功 也让西方人感到震动 有国外网友就说到 美国已经冷冻科幻电影很久了 中国的这部电影让我很激动 对有网友直接说到 这部电影太动了 真正的史诗剧作 美国人会接受这样的电影吗 在一星会访中 看到很多美国人 期待这部电影在美国影院上 而印度人对此的感受 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有印度人说到 把网友的电影形式已经规范了 印度人能够拍出一项 美梦地球这样元素的硬科幻电影吗 另外 这部电影展现出了中国人超强的显现力 以掩盖好莱坞的作品中 都是人类怎么逃离地球 这次很意外 中国人是直接带着地球来了一次逃离太阳系冒险之旅 造人